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表示层完成的 明白 明白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运用层 你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程序 都是运用层程序 底层的东西你们都看不到 它都是隐藏起来在处处理的 你们用的浏览器 播放器 office 等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是运用层程序 听懂吗 它所有的网络传输数据都是隐藏的 OK 有没有问题 好了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讲了一些课还多 再讲这七层的作用 OK 那我说 再详细的作用不用你们知道 但是 这基本的作用要背下来 OK 我会委托刘川做墨写 听懂吗 如果不会发写十遍起 听懂吗 就这一张幻灾篇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记下来 给你们两天时间 今天礼节 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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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幻灾了 OK 听懂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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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 还没写过什么东西吧 还没发写过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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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词也叫 我告诉你 后面让你写的都是什么 比如说 我给你考一张过来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讲交换机吧 要讲路由器了是吧 比如说我们要讲路由器了是吧 来 我让你写是吧 看清楚啊 哦 这怎么办 干什么 抄什么 各位随便找一张 随便找一片文档 这片文档是多少页 看不到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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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每天的标准作业 从此到尾朝两遍 OK 这就是你们以后的正常的工作 从此到尾 所有笔记写两遍 每天都必须完成 熟悉 那电子的你复制一下 还有吗 无用啊 这种当然命令输出不用 但是所有的命令还有这种概念写 全都需要写 各位 命令输出不用写 抄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小菜一笔 你们先给我写一写 听到吧 要求检查啊 不会的 明天检查 今天不行 拖两天不行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听到吧 明天下午检查 不会的话发现啊 好吧 这块是不是又用详细的这种数据的形式来演示一下这个没从作用 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可说了 我们之前是不是都已经详细解释过了 其实只是一个详细说明 你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TCPIP四层间的模型 各位 我一直说 YSI模型仅仅只是什么 实验模型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并没有使用YSI模型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使用的其实是TCPIP四层模型 OK 那它我不会详细解释 为什么 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对应的 什么意思 TCPIP模型的应用层 只带的就是 OSI模型的上三层 那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在我们实际使用的手段 我们这应用层 它既提供了应用层软件 是不是进入软件 它也实现了数据表示 OK 也实现了压缩解压缩加密 听懂吗 能听吗 然后呢 传输层对应的就是传输层 而网络层对应的是网络层 而网络接口层只带的就是物理层 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家伙去哪了 是吧 没有啊 什么意思 咱在我们实际的使用工作当中 数据列入层是存在的 是不是主要用来做麦克基斯编制 组帧 没错吧 但是 这个哥们很难分清楚 到底应该算哪一层呢 它既可能算作网络层 它也就可能算作网络接口层 这一层的功能在上下两层都存在 都有 导致这一层明法明确的区分 它应该属于哪一层 所以我们现在倾向于什么 把它实际使用的是TCPMP五层模型 OK 但如果我们绝大多数的数据和资料 我们都是把它两层算一座网络层 也就是说把数据量的层归在了上面 人道理说什么 归在了网络层 但是 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实际上使用的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因为 我们有一些协议你会发现 在使用的时候 它既要进行网络层传递 也要进行数据量层传递 还要跟麦克基斯相关 还要跟这个实际的物理传输相关 所以 导致就是说这一层很模糊 这一层非常模糊 很难说清楚它属于哪一层 但是 绝大多数的数据把它两层认为是什么 它两层都是谁 勾当了网络层 听懂了 换句话说了 什么意思 这东西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白的东西 你也不用太去扣它 你就知道这个 就是按OASI模型 你能把这每一层功能说清楚就可以了 明白 但是在实际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协议它既能算在 也能算在 我们进步走 它都可以 听懂了 我说什么 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就比较恶心 为什么 实验室的理论模型 和实际使用的工作模型 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 OK 会导致我们开发了一些层次的东西 在这上面说不太清楚 但是我说 不影响我们的学习 甚至都不影响我们后期研究一些底层数据 都不影响 它这个东西的影响非常有限 所以 后来也没有明确的把它规定 说这个层次功能方面 没有 现在就变成这样一种 42G的一样的东西 听懂吧 别办 那么 各位 我刚刚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 在传输层里 是不是有TCP和UDP两个协议 对 而且我说 传输层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协议 对吧 各位 这种说法是错的 原因 这个家伙是实验室模型 它根本没有实际使用 那我 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实际使用的协议 啊 这两个是不是实际的协议 它怎么能放在实验室的模型 换句话说 这两个协议指的应该是 TCP四层模型当中的协议 换句话说 我们讲的所有的协议 所有的协议 什么阿帕奇的协议 DS的协议 TCP传输 UG传输 它针对的只能是什么 这四层模型 而不能是什么 针对七层模型 因为七层模型是假的 听懂我说什么 但是 我们看 它的对应 这两个协议就是一一对应的 啊 啊 啊 OSI模型的传输层 是不是就是TCP模型的传输层 所以 一般讲课的时候 在这一层的时候就会说 这两个协议就是这一层的 但是我说 很多人 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搞错了一些概念 它给学员传输的时候 传输了错误的概念 什么意思 再说一遍 OSI模型是不能对应实际的协议 因为它是实验室模型 OK 能对应实际协议的只有谁 只有谁 TCP模型 我们之前之所以讲 TCP和UDP是它一层的协议 因为它是一一对应 两个的作用是完全一样 听懂我老师说什么 能听懂 啥意思 我们讲过的所有协议都要干嘛 放在这四层面中 OK 而不能放在哪 而不能放在哪 放在这两层那里 能听懂 能听懂 我说什么 能听懂 知道它说什么 啥意思 四层的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用法 所以你们的所有的协议 指代的其实都是这 四层里的那种 OK 那比这个要简单多了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现在说 我们现在知道了 传输层协议有什么 对不对 你数据是不是要传递的时候 是要经过这四层的每一层 那你说 它在这四层的每一层当中 是不是都要选一个协议出来 它是不是都要在这四层每一层 是不是都要遵守一个标准 能听懂我说什么 所以 传输层只有谁 T4P和UPP 所以 你的所有的网络传输 要关于是T4P 要关于是UPP 它必须在传输层选择 能听懂 那在网络层选择什么 IP协议 所有的数据要想进行数据发送 是不是都要遵守IP地址 能听懂 而在物理层传输 一般是什么 简直点传输PPP协议 或者PPOE 拨号协议 我们现在 如果你是拨号的时候 就是PPOE 传输协议 如果是 咱们的这个直接固定光线 就是PPP协议 你们俩能说是吗 那每一层就都有 那在一层协议呢 那各位 你们所接触到的其他的所有协议 都是一层 比如说 NHP 网络的协议吧 DIS 预表解析的吧 FTP 文件传输了吧 能听懂 它们都是什么 利用层协议 但是 不管你的利用层协议是什么 数据传到传输层之后 是不是要二选一 要不然选几次别的 要不然选多 到底选谁 不是你说的说 而是什么 谁写的HTP协议 它是不是事先就已经选好了 能听懂 所以啊 每一个应用层实际应用的协议 它要不然是TCP 绝大多数都是 要不然是UGP 或者两个都选 比如说像这个价格 它既支持TCP协议 也支持什么 UGP 所以它会占用TCP和UGP 都占用53个码 明白了 说什么 两个都选 听懂了 所以啊 什么意思 每一层 是不是都要选一个协议 你的数据是不是 才能正常发送 明白了 那一有层协议是最多 我们有多少种软件 理论上 或者说有多少种服务 理论上是不是有多少个协议 然后呢 TCP呢 是不是两个 不是 要不然是TCP的 是不是 TCP的是不是更可靠 翻译是不是更慢 对 UGP的是不是更快 但是有可能会丢 对吧 然后是不是 到这里是不是 要选IP协议 然后在实际的物理层 是再选一个传输协议 明白了 我说什么 所以啊 各位 你们很难理解的是什么 就是 诶 我既是 我又是TCP协议 又是HDP协议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它们是不同层的协议 明白了 在又层的时候 是不是选的是HDP 把业传输 到传输层呢 它是不是要选TCP了 明白了 我说什么 所以每层都要支持这些协议 明白了 明白 我一直在说协议是什么 标准吗 规划了 只有遵守了协议 大家是不是才能说同样的话 是不是才能互相交流 传奇数据 没错了 有没有问题 听懂了 听懂了 哎 有没有清醒点 好像一些模糊点的概念 其实在这里我说 协议是分层的 清楚点了吗 啊 HDP和GNS是都可以选 CCP或零物层 对吧 有没有问题 好了各位 这里就说什么 看 这里看到了 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每层协议的化碳 看到了吗 啊 我们你们所见到的常用协议 是不是都在这 是不是都在这 在这里面 是不是挑一个协议 啊 然后在传输层 是不是再挑一个协议 然后呢 在这个层 是不是再挑一个协议 然后是不是实际传输了 明白 但是 这张图划分的时候 它把数据量的层 是不是画在了这个 物理接口层 这一块 听懂吗 其实我说有问题 画在哪儿都有问题 画在哪儿都有问题 为什么 这两个协议 我们后面还会讲 ARP叫做地质解析形式 而ARP叫做 反向地质解析形式 啥意思 我的这台电脑 既有APP IP IP是我配的 还有什么 MARK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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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网卡 日处网定的 那我问你 IP和MARK地址 之间是否需要什么 需要吗 需要吗 谁让它买成 ARP ARP ARP的作用是 把IP地址 翻译成为 MARK地址 而ARP的作用是 把MARK地址 翻译成 IP地址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两个层 这个层 它是不是要和它之间 进行数据转换 啊 是吧 那我问你 我把它放在下一层 感觉是不太合理 啊 它应该是不是跟网络分在一块 对吧 但是 这一层就牵扯到很多数据的 这个组帧的这个过程 还有数据传递 是不是也跟组帧有关系 你要真把它放在上一层 感觉也很变得 所以就是我说的 这种实验室的模型 跟实际使用的时候 就会让 有很大的冲突 其实就集中在这一层 放在哪一层都很变得 那我现在只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在这里 你不能严格地说 它是属于 ART协议是属于网络层 还是属于网络接口层 对不对 听懂了 它应该是什么 是一个较微模糊的概念 没有明确的分子 听懂了 这两个协议是什么 整体来看是应该是网络层 但是 它牵扯一些网络接口层的部分 听懂了 不是太 怎么说的 不是太明晰 在这里 OK 那我们了解就好 我们主要学的还是什么 对不对 后面这些协议 是我们学习Windows时候的重点内容 学Windows是每个协议 我们都要实现它的功能 然后满足服务 比如说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小宝的基础课程当中 主要学习两个协议 两种 一个是 传输层协议 OK 另外一个是 IP协议 听懂了 其他的协议 其实这些协议都相对比较简单 这是什么 互联网控制管理协议 啥都写 P 建议吗 P建议吗 P建议吗 P模式就是探测对方 跟我之间是不是通畅 它使用的就是 SNP协议 它主要是做网络探测 OK 这个呢 网络组管理协议 网络组管理协议 它其实用处很小 我们基本上没有见到 实际使用的方法 基本上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能听懂 那这两个我说过了 一个是做 IP翻译成Mine 另外一个是 Mine 翻译成IP 那重点讲的是谁 IP OK 那来看看翻译圈 我们下面是不是要讲 这块我看 网络通缉协议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讲协议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是不是就会干嘛 先讲 从下层 网络接口层协议 然后一层一层是网络上讲 明白 看 在这两个翻译圈里 它是不是就把ARP协议 ARP协议 画在下层 看到了 现在这翻译圈都不是我画的 都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 这个我找到了一些资料 然后直接打过来 所以我说 这个不冲突 放在哪儿都不冲突 因为 它本身就没太搞明白 人家放在哪儿 听懂吗 那 下一张翻译圈 我们是就一张一张 去讲这些协议了 要到此为止 上层的 一六层协议的时候 讲服务的时候才用 听懂吗 我看 很多闻力 各位 这种东西很讨厌 那啥 它是纯概念性的东西 能看到效果吗 其实想一些极端的方法 是能看得错的 比如说 我可以找一些比较复杂的 或者说一些抓包软件 可以试试 今天就说 我下午会尝试抓一个死灭管 我明天抓一个包 看看 明白 抓到了包 你就能看到什么 它默认 其实就是分了这四层 OK 包括鞋底都能看到 明白 能说什么 但是 这个都是什么 死住手段 关键点 其实在看什么 还是什么 是不是理解这些概念 听懂吗 还是这句话 各位 这类的层对应 就是有个了解比性 主要要背的是 还是这七层的作用 啊 OSI模型七层的作用 搞清楚了 CCP四层模型的作用 是就不会有问题的 能听懂 因为它是层层对应的 OK 明白你 好了 那我们歇会吧 好吧 下一节目 我们说一下封装过程 其实都解释过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 重点讲了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我们找个基础的第一个重点 YSI模型 OK 听明白了吧 第二个重点 IP地址化身 听到了 IP地址化身 需要你们找张笔 找个尺 多写写啊